我們過年的時候拜公媽都要在競品 上面插尾春花 代表年年有春的意思 如果市民上現在也有這麼多 不同的形態尾春花 也有不同的造型 不過現在秋冬做的是越來越少 在六天有一個春花的藝術 四月月 它建設用秋冬來做尾春花 以代表富貴的無端 還有發財的尾金社 做出很悲喜的尾春花 有四十多年經驗的春花藝術師 四月月 長日頂花 用代表花期的紅色做無端花 金色的古今導演有交測的藝術 到這花就青春是一日春 這就是幾年拜神明祖先會用到的奔春花 過年這次神明祖先會傳泥飯 花粿 泥粿 丁面炒飯 為李高梅 共鴻到齊 除了代表年年有春 其實也跟我們的食食文化有關係 我們是米是為煮嘛 米是為煮嘛 所以吃米要有春 飯春的 它炒在飯的 放在餐廳 就是我們一年燙天都不用煩惱 就說沒飯好吃 我們春花會用那個酸 有滴滴滴滴的 它起來比較漂亮 那你一般都煮那種的 都比較熟 這時候吃米上的飯春 比較多都是用煮做明明的 春花會老師用傳統機械 一山一山 年出代表 花開富貴 結尚火氣的飯春花 也來加點新吃年頭的好結條 記者楊書淨 中華報導